请贵宾动第一禅动土顺利 请动第二禅人缘情安 请动第三禅建圆容吉祥 御贤国中老族校舍重建工程 在众多名代以及贵宾见证下 终于在良辰及时进行动工仪式 御贤国中御音楼、音乐教室、家政楼以及辅导楼 在不同的时期兴建 也因为建物老旧耐震系数不足 部分的建物已经停用 在经建经费到位之后 未来打造27间的教室、7间办公室 还有一间的会议室的御音楼校舍 总楼地板面积高达了6757平方公尺 校舍因为有一些安全的疑虑 我们必须在民国110年以前都要停止使用 所以我们的整个老旧校舍的改建是跟时间赛跑 不过急不得 所以我们的淑文校长呢 三年来在我们的家长会以及前任校长 还有教职员全体的一个合作齐心之力之下 我们把校舍的整体规划都想出来了 那更重要经费也到位了 除了中央的一亿三千多万 新竹市也在议会跟市府共同努力之下支出了一亿四百多万 那这样总共将近两亿五千万的一个经费 我们会还给预前一个崭新的校园 重建的校舍环境融入社区共好的概念 并且规划了三大亮点 分别是单边走廊设计 原本隐蔽在三楼的图书馆移到校园路口处 玉婴楼一楼空间规划宽敞的半户外展演空间 老旧校舍必须拆除重建的时刻 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在整体的规划里头呢 今天我们是新玉婴楼的一个动土典礼 但事实上我们是先建好我们的新玉婴楼之后 那等到我们校舍完成 那我们再把师生再搬进我们的新校舍之后 我们再来拆旧楼 那拆完旧楼呢我们马上就会把我们的操场移建到中间 那再配合呢我们这一次呢也有为了社区共好 我们有退缩了一点点的这个校地来进行 我们的一个景观通学步道 所以未来的玉婴会是一个非常敞量 然后充满了绿意盎然的一个校园 玉婴国中重建工程投入2.4亿元的经费 是新校园运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改建 期盼打造学习的知识游乐地 让孩子有安全兼具美学的校园环境 台阔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